她回家之后 第一秒就钻进了床下面 这个她记得最安全的小角落 其实她正当已经出来完 摸两三次了 她在外面拉了好多 也喝了水 吃了东西 但是她现在又回到她的这个小角落了 好扯 就是那种很明显的 知道她现在在害怕 就真的很明显 她平时除了那种嫌我烦 她基本上不会 也不是不会吧 她平时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在这下面睡觉 因为下面旁边其实就是暖气了 所以那个角落很暖和 又黑暗 然后她又 她里面其实很高的 这里就是她的快乐小屋 她把这个箱子 她把这酒吃的已经 把这酒吃的这 我箱子 我操真是屎吗 我操 给我 一会儿再给你打扫了 我现在也不想打扫了 我才看到你这 什么时候拉了点把吧 好黑呀 把我们闪光灯打开 看我们小兔子 然后买着扫地机器人 我一想你居然是因为干燥 然后脱皮的 我就觉得 就是扑笑不得 因为我也因为干的脱皮 我还想是不是说你给我传染了什么证据 还是鞋 就是我们是不是互相传染 没有想到我们都是因为北京这干燥的 风气 脱皮的 我们还都是皮肤病 不过我可以直接抹油嘛 毕竟我没有毛 然后你可能就 比较惨 就脱皮 然后 而且我洗澡 其实有时候也会补水的嘛 我洗澡 然后洗完澡 抹身体乳也会补水的 但是你就 这辈子只洗不了 刺澡 你们看 小兔子的笼子 还有我给它配了加湿器 这样的话 草在这里 加湿器在这里 就不至于很快把草打湿 然后蓬气多少会湿润一些吧 大家 那北京的蓬气就是这么干嘛 就是这么干嘛 看我的手干得很 就是刚洗了衣服 但是 真的 真的很干 啊 这大夫真的很友好 真的很友好 很年轻的大夫呢 说不定比我还小 怕地上再看着兔子 他刚刚甚至还 就那种快乐的跳跃了一会儿 我都不知道 他刚刚突然大妈突然拆心 是不是觉得 虽然这家没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但是毕竟是家 你是不是也不喜欢 你就不忘照着你 你这样就照不到眼睛了吧 好乖呀 好乖乖的一样 加油啊 小兔子 我大概等我讨了事 我就和摄影 带你去洗澡糟 洗澡糟 洗澡糟 你真的好勇敢啊 虽然也是有点后知后觉的胆想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 那打车那些司机 那叫一个风驰电车呀 就是 就是我感觉我和兔子就是 在他那些拐弯傻的时候 我们俩就真的就是飞出去了 然后我就只能按着他 而且我发特别有用的一点 就是 首先我不能慌 虽然我很慌 但是我不能慌 我要努力让自己的气场 是他的主人的那种气场 就是 他不能 他不能因为我的 感知到我的捧慌而正加捧慌 而是应该感知到我的 在他旁边的这种 主人的 安全感 好吧 他就要睡着了 我准备一会走的时候 就不把他放到笼子里面了 这样 他就在他喜欢的这小楼待着吧 这里比达龙夫 正有安全感 等他 那我爸妈回来了 大家不安起来好了 再提不打